8月22日讯,谢辉通过微博宣布,决定辞去南通之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。 谢辉微博内容如下,冷静了几天,在家陪孩子,做做饭,心情出奇的平静。 但还是应该有个交代。 经过慎重的考虑,我决定辞去南通之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的职务。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,因为我早把自己与球队视为一体。 不能继续带球队打完这个赛季真的很遗憾,南通之云真的是一只正气凛然。 啊,盛进的球队,每个人都有着理想与信念。 在这里我特别想对朝夕相处的球员道歉,没有陪您走到最后,是我对不住你们。 无论如何,在南通之云俱乐部主教的这一个半赛季,仍然是我在教练生涯中之为重要的经历。 我很感激。 至于偷拍视频事件,我也有自己的反思,作为业内人士,我的言行应该更加专业严谨。 但是我希望今后的世界里,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甚至不要再发生。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丧失日常安全感,因为安全感的丧失所带来的,则是进而对于人性的怀疑。 我们还是要相信,只有相信,世界才会越来越好。 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足球事业的初心,离开不是害怕,不是逃避,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 接下来我会去德国学习深造,沉淀为再次整装待发做准备。 最后,我想对真正支持我爱护我的朋友们,说一声我会回来的。 因为,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。 最后想推荐这两天再读的一本书,安安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,希望疫情早点过去。 大家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,每个人都好好的。 谢辉,2021年8月22日。